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为回应复合传闻 片场练舞 英姿萨爽 一眨眼的时间这个五一说到就到了 所以很多小伙伴们兴奋不已 这个迟来假期确实让大家很高兴 毕竟五天小长假也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去浪了 毕竟已经春暖花开了 这一点大家心潮澎湃 激动不已 在五一假期的第二天 由赵丽颖工作室发出了一组照片 照片中赵丽颖没有休息 而是参加相关拍摄的排练工作 看起来也是格外的简约而清新 赵丽颖片场练舞Vlog 她单手挥长棍萨气十足 披插拉伸柔韧性超强 可以发现作为一个艺人赵丽颖的打扮 还是那种小清新的味道 上半身是那种橘色的坎尖 内搭是白色衬衫 而下面搭配的则是那种灰色运动裤 可以发现赵丽颖手中的长棍到处飞舞 显得灵活自如 堪称到位 除了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外 大家还发现赵丽颖做着屈膝的动作 不停地压着腿 而且还完美地秀出了一个标准的一字马 平时娱乐圈内的艺人都在做一字马 但是大家的标准也不一样 之前大家看过金晨 还有王子文都是很标准 那么这次赵丽颖也为网友们秀了一把绝技 毕竟大家知道前年的时候赵丽颖刚有了儿子 所以去年才开始陆陆续续恢复 这次就挑战一字马也是让大家开了眼界 大家觉得作为一个辣妈这么厉害 让不少网友佩服 毕竟如果身材不好 或者是腿部的灵活度不够大的话 一般人不敢挑战这样高难度的动作 但是赵丽颖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让大家羡慕不已 毕竟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 由此可见她的身材保持得很不错了 而且早在上一周的时候 曾经有过跟前夫冯绍峰复合的传言 因为导演邀请冯绍峰和李冰冰参演一部新剧 但是李冰冰觉得女主并不适合自己的人设 所以推荐了好友赵丽颖 而且如果她和冯绍峰再次合作 网友认为有望再续前缘 根据民间的传言说 在离婚之前 冯绍峰试图挽回婚姻 但是赵丽颖坚持离婚 而且离婚以后 男方还主动找女方希望能复合 但是遭到了女方的拒绝 由此可见这段婚姻对于赵丽颖的伤害确实不小 那些支持赵丽颖的人粉丝也不认可复合 认为赵丽颖的性格 跟前夫合作的可能性倒是有的 但是复合可能性很低 毕竟一段感情分开还是有很深层次原因的 既然分开就不要再复合了 问题会更多